朋友们,你们好 2024年即将过去 今天讲一下最近我两年 一直都在用的一些 就自建节点使用的一些 现在都还坚挺的一些写议 我们直接看小火箭吧 这是我准备好的 有戳进grpc vmass grpc vless reality history 2 我们会使用那个symbus 来搭建那个节点 symbus使用那个json的配置 我推荐大家 用一个能检查json语法错误的编辑器 来编辑json文件 比如说这个z的编辑器 他会提示你语法错误 对新手比较友好 比如这里我们缺了一个逗号 他这里会提示 女校准备一台外网服务器 服务器有绑定的域名 ssl证书可以自动申请 这个不用管 相应的配置文件 我会贴到那个视频下方的描述里 我们来讲一下配置 vmass 这里采用tls加这个grpc grpc service learn 这里可以改 uid 这里可以用symbus generate uid t来生成 serv learn 这里 填写你自己的域名 email填你自己的邮箱 缩键的这里是差不多的 密码这里 可以自己重新设置一个 其他的 其他的grpc tls的配置可以和vmass的 差不多 vmass vmass 这里使用reality uid 同上面vmass一样 mini行生成 serv learn 这里可以保持不变 private key 这里使用simbox generate reality kpl 来生成一对 公钥 serv 公钥 用在客户端 short id 可使用symbus generate run的8 hex 来生成 重新生成 history 这里 password 自己 这里自己设置一个 tls的话 和上面一样的配置 其他的就没什么变化的 配置完以后 我们到服务器上 用这个配置文件 运行 看是否有爆兔 是否能正常监听 如果说 都正常的话 就对了 这里用到sudo 是因为 证书都放在 ETC下面的 我们这边用小火键 测试 看一下效果 嗯 嗯 这边也有 相应的字 嗯 最后客户端的配置 我也会贴在那个视频下方 嗯 嗯 你只需要把那个 域名改成 自己的 然后 放到这个 substore substore里面 嗯 转换成你自己的客户端需要的格式 substore 然后 往期视频介绍 是有的 嗯 那今天就先到这儿 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嗯 如果有帮助的话 还帮忙 点击一个订阅 或者点赞 啊 谢谢大家